Mao其實我覺得在現場來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族群 就是他之前是機械工程師 然後最近變成韌鐵工程師 平常都是寫C或是D階的語言比較多 最近這兩年開始用Python 然後開始用Python做一些工業上的應用 所以我覺得是這整個Python.com裡面一個比較少數的族群 那剛才那個議程講的東西是比較是智慧家庭的一個應用 所以比較承承到比較多上層的網路協議跟一些自動化的配置 那這一場的題目就比較極端的從最上層的協議進到下層 所以Mao在他的介紹還沒有提到說 現在工業4.0很多人在說 所以工業4.0的意思是說 現在在製造業有一個需求是 客戶都會希望所有的生產機器都有聯網 然後這樣子他們可以加速整個生產流程 包含說接到客戶的訂單之後 可以馬上把這個訂單發到工廠 然後訂單就可以開始自動的生產 然後可以記錄每一個產品的生命週期 然後也可以去分析每一個生產中間的一些數據的分析 那但是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環節是我們要怎麼去收集那些傳統製造業所用到的設備 那些生產器材 其實他們用的都是一些比較舊的古老或是說比較低端的一些協議層 那今天Mao的介紹 他會介紹在他的經驗之中怎麼用Mobus 去接上他的PLC跟智慧電表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今天的講者Mao 大家好 我是Mao 其實我在剛踏入職場的時候一開始是屬於機構派生師 在做CNC加工機的 那後來的話才轉變到變成是韌體工程師 那近幾年的話因為就是在做韌體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雲端的需求 所以後來的話開始接觸了Pilot 那也把Pilot把它引進到韌體來這樣 那我平時的話是韌體工程師 那就是可能就是會有一些新鮮人進來 那可能就是當那個保姆工作 就是說他們需要什麼樣的Sample 或是需要什麼協助的時候 就是做一些幫忙 那同時是兩個SPA 那現在的話 目前的話最主要就是在高雄的Pilot社群這一邊活動 這樣 我這一邊投影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按投影的時候會投在我這一邊 那我們這個螢幕看起來應該解析度還OK 那我們先這樣繼續講下去 那今天要講的主題的話是工廠監控的部分 那其實不光是單純的在工廠監控部分可以去用到 比如說在我所碰到的部分的話 包括一些家庭的一些HA這一些 好像上一個講者講的 那之前也都有一些碰過經驗 那這個的話大波數都是用在像豪宅 或者說是一些新建案的大樓整體的一些規劃 那所以今天講的部分的話就是工廠監控部分 但是我們不會講整個全面性的東西 我們可能會把 我們會把它BOX在主要最底層的這一些設備的一些通訊 然後如何去收集資料 然後幫忙拋到雲端去 讓我們後續的一些資料分析師 或者說一些可以做資料視覺化的一些工程師 可以進行做下一步的一些處理這樣 那上面這一邊的話是我們今天會提到的一些主題 那為什麼就是要使用Pilot來做工廠監控的應用呢 那這個的話其實 當初訂這個題目的話是有點 有點取巧 就是因為我看其實這幾年的一些issue的話 大多數都比較集中在比較high level 比如說一些人工智慧 然後以及說我們要怎麼樣對這些資料做視覺化分析的部分 所以我想說以這一個題目來做一個plan的話應該是一個不錯的 而且在工廠監控這個領域的話 其實我目前蠻少看到Pilot的身影存在的 那為何我會在工空領域去導入Pilot呢 這其實是跟我本身的工作的相關性 因為之前的一些工作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是在做一些任體的部分 那我們會做一些gateway啊 然後一些資料搜集器的一些設備 那這些設備呢 我可能就要從譬如說是Ninus-based的 那我需要從Ninus的Kernel 然後Driver 然後Fascitant的Porting 然後一路到分位的撰寫 然後可能上面的網頁的UI的呈現 然後包含有時候會遇到一些雲端的打造就對了 所以做了工作的時候挺雜的 那工作項目的時候就會遇到一些C的Programming 然後可能用Bush 然後PHP HTML JScript CSS 這些都會去碰到 那我覺得說 工作工具的運用上有點雜就對了 所以想要把 盡量把Pilot把它 就是說可以用一個語言 把它全部把它統合 所以後來的話 我的工作模式就變成說 把Kernel跟Fascitant打造完之後 那其他的事情 幾乎就全部都用Pilot把它幹掉 那在用Pilot在做的時候 可能就是底層的分位 然後一些 原本用Bush要去做的事情 也通通通都用Pilot去做 然後 包含一些網頁啊設定啊這些東西 就通通都用這個去做 那這樣的話就是我覺得 實際上使用上的話是 可以蠻降低我們的一些loading的這樣 那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話最主要會講到說 怎麼樣Pilot跟PilotC電錶 這些設備去做一個溝通 那今天的話我也有帶 那個PilotC跟這個電錶過來 然後希望到時候有一點時間可以做一些demo 那這樣講到工廠監控 目前的話最 就是最夯的議題就是工業4.0 那我們看一下維基百科怎麼講 那其實在工業4.0的 在工業4.0這一邊的話呢 它其實已經跟以往不太一樣了 它是希望說我們不單單的是使用 就是不單像以前一樣只是監控 然後讓製造更有效率 它是把我們的這一個生產裡面 就是說我們生產的這一些資料蒐集起來 我們甚至去在分析之後 進一步的讓我們整個系統有一個自適應性 然後讓整個工廠可以達到一個 智慧工廠的一個程度就對了 那工業4.0的話最常看到就是這樣圖 就是一開始是經由水利 第一代的經由水利啊 蒸汽機啊這些東西來改善我們的工業製造 接下來是電力的部分 藉由電力讓我們的大量生產的一些工廠能夠實現 然後進一步的話就是資訊化是第三個革命 那接下來工業4.0這邊在講就是說 我們除了資訊化之外 並不單單只是收集這些資料 我們用完之後還要feedback回去 然後去修正我們機台的一些參數 或工廠的一些參數讓它的生產 達到更加的有彈性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在工業4.0裡面的話 在工廠監控 那我大致上畫一個流程 我們可能就是把感測器的資料收集到控制器 然後進我們的server或者說cloud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做資料視覺化分析 然後是有調整回來 那這個可能是我們的自信需要做到的 但是在pilot目前的話 我們可能都是看到右手邊這一邊的項目 比較少看到左手邊的 那今天的話我們最主要是在講 我們的控制器部分 怎麼跟我們的一些感測器去做一些溝通 那雖然在就是我們以往的話在做的時候 就是pilot的話我們都做middleway這一層 但是其實現在啊我看到已經有一些公司 比如像圓鋼這些公司的話 他們就已經開始把這一些就是這一些 應該說單晶片的部分 那整合了一些網路的功能 然後比如說智慧顯得插頭之類的 那直接用python或者ccode 直接把它整合到裡面去 讓你可以跟雲端直接做一些整合就對了 那接下來我們談一下 就是工廠監控目前的現況 以往的話我們的工廠監控的狀況的話 我們都是使用scaled軟體 就是scaled軟體的話就是有點像 可能會有些人沒用過 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那這個它其實就是有點像 我們平常在寫那個檔內裡面 它是一個RAID的一個tool 那我們可以藉由很簡單的拖拉式的方式 就可以把我們要規劃的畫面 然後還有功能 就是它可能把一些driver整進來 那我們就有辦法去做一個工廠監控的運用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可能比較小的一些應用的話 它可能不用到scaled軟體 它可能就是hmi 就是人機然後加plc 加一些io的板卡或module 它就會有辦法達到工廠監控的運用 那另外的話有一些工廠監控的話 可能就使用plc跟scaled軟體 那就可以達到這一種功能就對了 那有一些廠商我遇過的就是說 它可能這些通訊什麼的那些 它就是使用電腦 那就是直接用檔內這些語言 就直接做了 那scaled軟體為什麼那麼長出現呢 它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在公控領域裡面 我們需要有一個快速又穩定的熱工具 讓每一個人就是每進來的員工 都能夠非常快速的 就可以達到一定水準以上的一個系統 那因為用它來做的話 其實會蠻穩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影片 不好意思喔 比如說像這一邊 像這是有做過 就是它屬於是食品加工業裡面在做的 那它就是在生產流程中 它會去把瓶子做 前座就是做一些重量檢測 那剛剛那邊的話是做填充 然後這邊的話是在做第二次的量測 那量測如果 如果說像這邊就是Skeda去做的 它會把每一個瓶子的重量 把它記錄下來可以做成一些 可以做一些那個 就是把它進資料庫裡面做一些記錄 不好意思 有點 有點跑掉了 像這邊的話 它就是遇到說 因為 因為他們現在食品加工業的 平裝他們往一些 歐美市場 他們的 要求越來越嚴格 所以說因此 他們在做 重量的控制 就越來越精密 所以他們會 利用P2C的部分 比如說剛剛 蹭到說 第一關兩碗 裝完之後 第二關在蹭重 那裡面的 相減之後裡面的重量 可能不符合的時候 那它就會在這一關 直接運用Skeda軟體 直接把它擋掉 就可以去 做 就可以做一些不良品的一些排除 那 其實在這個動作裡面的話 它其實 牽涉到幾個因素 幾個元件 那第一個元件是 減重機 減重機的部分的話 你量測完之後 它有一些自定義的Protocol 那我們就是 一般的話 可能會用一些 Skeda軟體 去把資料抓進來 然後 如果重量 相減之後不符合 我們就會 輸出一個DO 去把這個 控制P2C 去把這個 擋板 讓它運作 那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不良品把它打掉 那其實 在 這一些環節裡面的話 我們Skeda 它的一個價格 其實也 也不便宜 所以 其實這樣的系統的話 我們如果 利用Piron來做的話 基本上 就是 可以 就是 比較便宜 可以達到一些 蠻不錯的經濟效益 那今天 這邊的話 最主要 今天要講的就是 Mobas的部分 那為什麼今天會挑 Mobas這個協議來講呢 因為 因為 Mobas的話 基本上幾乎是工業界 就是它的監控裡面 最常用到的一個協定 那其他的協定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 包含 像 Mobas的話 Mobas RTU Mobas TCP 那如果有 那如果有 在汽車領域 就是汽車的產業界去溝通的話 做過的話 你可能會知道 有一些 Cambus 這些 1939 之類的 那甚至的話 其他領域的話 它還有什麼 ProfitBus OPC UA 以及說 E4NA HUT這些 這些元素 那 除了 Mobas以及 Cambus以外 其他的可能 就是 其實是 相對來講 算是比較小眾一點 所以說 我們今天希望說 藉由 我們用Pilot 然後去使用 Mobas 這個通訊協定 然後我們就可以 跟工廠裡面 大多數的機器 去做溝通 因為我們的 PLC 然後一些 IOModule 甚至一些錶頭 水錶 它基本上也都是 帶有 Mobas協定的 會蠻多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提到的是說 Mobas的一個 為什麼它很常見 那最主要的話 是 它是被公開發表 而且沒有版稅要求的 一個通訊協定 那它也相對容易 做工業網路的部署 因為它只需要 比如說 以 Mobas RTU來講的話 它是 兩線式的一個部線 所以它只需要 兩條線 那如果你 主抗匹配好的話 你甚至一拉 就可以拉到 500公尺 一公里 這樣的距離 那 Ether內的話 當然 網路的話 更不用說了 那 它的Message的話 我們這邊簡單做一些解釋 就是 它在送的時候 它有幾個過程元素 第一個的話 是 Mobas Message的話 它前後基本上 都會有一個 Gap Time就對了 那除了這個 Gap Time以外的話 它的封包組成的話 它會有一個 8-bit的 這是定義它的 address 每一個 Mobas的設備 它都會有一個 它的 address 也就是所謂的ID 從 因為是8-bit 所以它會從 0到255來組成 那但是一般的 Mobas的設備 一般的話 比較不會定到 0到255這樣的 一般都是可能 從 1開始一直到 240左右 會比較常見 那另外的話 是 Function Core 那在 Function Core的部分的話 在 Mobas裡面的話 就是 它會 最主要有 四種的 Function Core 我們把它規了成 四個類型 第一個是 DI 也就是Digital In 那第二個的話 是 DO Digital Out 那另外的 兩個的話 是analog的 analogIn 跟analogOut 那分別 它可能 它會對到 四個不同的 Function Core 就是它會 0 1 然後 3跟4來代表 這一些功能 那等一下我們 看有相關的 套件運用的時候 我們還會再 進一步講到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 Data的部分 最後它會有一個 CRC的一個 CheckSum的檢查 那 CRC的CheckSum 其實CRC有非常多種 那在 Mobas裡面的話 它採用的是 IBM的 CRC的一個運算 那這個的話 基本上我們等一下 都有套件 Handle 其實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在Mobas的分類裡面的話 它有所謂的 Mobas TCP Mobas RTU 以及Mobas ASCII 這三種 這是目前 最主要在用的 那 在業界裡面的話 以前面兩項 是最常遇到的 也就是Mobas TCP 以及Mobas RTU 那Mobas 那Mobas ASCII的部分的話 它是一種明碼的方式 那它因為它的資料量 會比較佔空間 所以後來使用人 就變得比較少 那今天的話 我們會談到Mobas TCP 以及Mobas RTU的通訊 等一下的話 會做一些 Live Demo的部分 那接著是 要講到的部分的話 是Mobas的 套件的部分 那Mobas套件的部分呢 我們目前 在 在我們那個 Pilot的套件 目前有 最主要我看到 有這三個 第一個是 Mobas Toolkit Mobas TK 那接下來是 PiMobas 那接下來的話 是 Minimobas 那這幾個的話 其實我個人 就是 用過去之後 我比較偏好是 Mobas TK 所以今天的話 會以 Mobas TK為主 來做一些解說 那它裡面的話 其實就已經有把 我們常用的幾種 Mobas的 實作 都把它做完 那還有其他一些 比較 少見的 或者說 對網路有做 比較好的 Performance的調教的話 最主要是在 PiMobas 這邊的話 它有進一步 做一些調教 但是 相對來講的話 有時候 PiMobas的話 它的Loading 會相對的 會比較重一些 那 Minimobas的部分的話 它就沒有 實作Mobas TCP 那 比較可惜的就是 Mobas TCP 其實在產業界裡面 是蠻常用到的 因此呢 一般我在工作裡面 一般我在工作裡面 我就比較少去使用這個 那接著的話 就是在使用 Mobas TK 這個Tool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以下的 安裝指令 就是 Mobas套件的部分 那 因為 Mobas TK 它一開始 預設 預設你的 就是說 它並沒有預期你 一定會用 Serial Port 也就是Mobas RTU 的一個通訊 所以呢 你剛裝完的時候 如果你是要用 要用 Mobas RTU的話 你另外需要去安裝 那個 那個 Serial這一個套件 所以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可能會 Pyp install Serial 然後 Pyp install Mobas TK 這樣 那 小滴在這邊的話 有就是 之前在社群分享的時候 有做過 PRC與 Pyrent共5 那 這個會後 也會再分享給大家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談到 PRC部分的 一些通訊 PRC的通訊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在PRC部分呢 它的一些通訊協定 其實挺多的啦 那一直在常看到的話 各家的PRC都有它自己的 各家的PRC都有它自己的 制定的一些協議 像 我今天帶來的 這個PRC的話 它是屬於永宏的PRC 是 台灣自己製造的 那這個PRC的部分的話 它也有自己的 制定的協議 它長得跟Mobas有點像 那 Anyway 我們不管這個 那第二個的話 它也一定就是有 實作Mobas的一個 protocol 那有一些比較少數的 它可能會用在一些 馬達控制啊 或者說 一些特別的領域 那它就可能會有一些 Canvas 或者說一些 其他Device Protocol的一些 一些實作 那 在看Mobas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先來了解一下 所謂 就是 它會有一個所謂的點表 我們來看一下 那在 Mobas這一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有講過就是說 它第一個 一般呢 我們在點表裡面看的時候 後面是 那前面的第一碼 0的話 代表就是它的 Function Core 那它的0的部分 代表就是 DO的一些輸出 在它的原始定義上是這樣 那當然也有人 會把一些 DI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另外的話 是 4開頭部分的話 3跟4的部分的話 它就是 AI 以及 AO的部分 那 依我們這個 PLC來看的話 就是 我們從這邊來看的話 我們 Zrace 從 001到 256 就是它的 接點輸出也是 DOR部分 那它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 它PLC部分的話 它沒有完全按照 10 那個 我們的 定義來做 蠻多家的設備 其實都會這樣做的 它會把 DI的部分 混在 DO裡面 那你這樣在讀的時候 你可以整片一次把它讀回來就好 你就不需要 花時間去讀兩次 因為通訊時間 基本上 比你的一些運算 都還要花時間 那這邊的話 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 這部分 就是我們 控制 PLC的一個 Code 那我們這邊的話 做一個 Live Demo 假設我現在的話 要跟 這個 PLC去溝通 那 我可能 必須要先 配有一個 這個 USB轉 RS485的 一個 轉換器 那我們會把它 接到 接到這個 PLC上來 那我這邊做一個 DEMO的話 就是說 這是一個 PLC 那我利用它的 relay去開一個燈 那也許我們在 比如說 那個 HA Home Automation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 利用它來 控制我們 所有的 這些燈 那我們可能 燈紋把它整合到 雲端之後 我們就可以利用一些 命令去 去把它做一些 開關的動作 那 我這邊先 做個上電 那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上完電之後呢 它這邊的 炮燈就會亮起來 然後 RUN的燈也會亮起來 那這樣的話 代表說 它有正常的運作起來 我們就 謝謝大家 我們先執行一下它這一部分 第一行的話是引進一些套件 它就是會有 因為我們走序列庫 所以我們要 import Serial 然後Mobot TK 然後還有它的一些 制定一些參數 那這一邊的話是 因為我的 我的這一個電腦 的這一個 就是我把 我把我的 我把這一個 USB 檔果把它插進來之後 可以看得到 它在這一邊 甚至是CAM7 所以我要用CAM7 那這一邊的話是 如果你在 Raspberry Pi 裡面的話 它可能會形成 TTY USB 2 或 TTY USB 0的一個頁面 那它還有幾個參數 需要注意到就是說 它有所謂的包類 就是說我通訊上的速度 那這個包類的話 會有9600 15200 然後或者 192000 等等不同的速度 這是看設備而定 那接下來的話 它會有 Data Bit 然後還有機油同位 以及那個 Start Bit 的一些設定 那後面的話 這註解的話 就是它會有的 比較常見的一些選項 那 Time Out的話 指的是說 我如果去Polling它 它多久時間沒有回我 那我就當作 這次通訊是有問題 那我就可以繼續下一次通訊 這樣 那這邊 這邊的話是控制完的一個結果 我這邊的話就是去利用通訊的方式去控制這個燈亮起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Call它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情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是打開一個Serial Port 然後填入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參數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開啟一個 Mobus RPU的一個Master端 因為在Mobus的通訊裡面的話 它是屬於一個 一個主蟲的一個架構 那一個Master會配上多個Slave 所以說 我這邊建立一個Master之後 在這個Bus上 就是這個世保Bus上 不可以有第二個Master出現 因為這樣的話 就會打亂這邊的通訊 那 我建立起來之後呢 填入了Time Out 那Time Out這邊的話 它是以Minisecond為單位的 應該說 對 現在目前的話就是100Minisecond 那 Md ID的話 指的是說 我想要 現在想要 我想要Polling的這一個PLC 它的ID是多少 那提到說 它的ID的話 可以填0 從1一直到255 都可以填這樣 那我們 填完之後呢 因為 我們的 這一個 115V的 這一個LED燈呢 它最實在2 因為我上面接的話 是接在2個2對式 所以我 直接做 這一個 Right Synchronous Coin 的動作 那 寫在 這一個2的地方 然後 指的話 就是 做一個輸出 那這樣的話 我寫0的時候它按掉 寫1的時候它要亮起來 大概這樣子 然後 就是 每2秒 就是做下一個動作 然後 最後的話 我就再做Close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回應值 在 在 那個 Mobus 就是Mobus 通訊裡面的話 你對它 寫的動作 其實在 裡面 它的 off是0 那它 on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不會是 1 它是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的話 它是 65280 它其實就是 0X FF FF 00 在 Mobus裡面的話 它就會以這樣的方式 來表示 DO的一個 on的動作 那 接著的話 我們再來看到 那個 PowerMeter 也是電表的部分 那 電表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 也是要先看到 所謂的一個 點表的部分 在 它的點表的部分的話 這樣可能是很清楚 把它放大一下 由這邊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這邊 這邊的話 我們 看 它的 Function Core 看它的 Function Core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這是它的參數 v in a 那因為電表的話 有的電表就是 它有三個項位 那所以說 它會有分abc 那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不要管那麼多 我們讀的部分 我們就單純讀 其中一個 一個圈就好 所以 我們等一下會示範的就是 讀 v-in a的部分進來 那它這一邊的話 一般在公共裡面 在用的時候 它會分 兩種表示法 一個的話 它就是 十進制 一個是十六進制的 一個表示方式 然後它的一個格式 是屬於float的 那依序的話 它還有一些 v-in的average 然後還有一些電流的值 另外的話 還有 那這邊的話 是它的那個電表裡面 它在說明說 我們的 Mobus RTU的一個格式 這邊我們跳過不看 那它這邊的話 有特別解釋說 它的float 因為在 Mobus的通訊裡面的話 它每一個 AI或 AO的點位的話 它都是 一個點位 它會有 兩個by 那以float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要用四個by 才能夠表示 所以說 它就會有 組合性的一個問題 那在 像這一個電表來講的話 它就會說明說 它follow的話 是 i-3-1-1-7-5-4的一個 一個格式 那它的排列順序 是這個樣子 所以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需要用 pack-unpacker方式 來把它做一些解讀 這邊的話就是詳細講到說 它的一個排列方式 那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 就是 import這個 Mobus RTU的 Mobus RTU的一些 相關Library 那一樣是 看po還是一樣 那不過我們 電表這一邊的話 它的 這個包裂的話 是 19200 就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邊來做一下 demo一下 比如說 以這一邊的話 這個是一個 私領電機的一個電表 那 這個電表上面的話 它就有幾個介面 它會有一些主要電源 然後 輔助電源 然後 不同的 相位的一些 接入角位 那 最後的話 當然是 它這一邊的話 會有一個 所謂的 485的一個 接入的點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Mobus通訊 一樣是走 i485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 從這邊直接接進來 我們現在先來執行這家這邊的程式 那我們現在先來執行這家這邊的程式 跳太快了 我們首先來先讀它的一個 讀它的一個電壓的部分 那 這邊的話是 通訊完結果 我兩個 就是兩個AI接點讀出來這個值 那但是我要經過組合之後 才會變成是plot 比如說這邊讀出來的話是 1175 那我們怎麼去做解析呢 我們這邊的話 藉由Mobus讀出來的結果 它會retend一個 會retend一個變數給你 那 它的變數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list 那 它剛剛裡面的話 有講到說它的 high的點位的話是 high的點位的話是 應該說第二個 那low的點位是第一個 那我們就經由這個 先把它組合packer 然後再做unpacker 成blot的格式 然後就會得到我們的電壓 那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 實際上的電壓值 其實在公空領域的話 因為有蠻多一些 自定義的一些格式 所以包括我們在做一些底層的通訊的時候 常常都會利用這種方式去 去做一些 應該說 應該說一些bite一些 就是 組合動作 那 這邊的話有做比較多的一些 寫入算 看一下 這是算現在的瓦數 我們先從這邊讀到的話 就是它電壓的話是 117 那平均來講的話是117 然後我們的這個電的頻率的話是60 60Hz 其實在電表裡面的話 它還有其他的一些參數要讀 比如說一些功率因素 或者說你的功耗什麼那些 那這一邊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讀比較常聽到的一些字 因為有一些 數值並不是大家平常的時候 比較會常去聽到的 那 藉由 藉由這樣的 藉由這樣的底層實作的話 就是 到這邊的話我們就掌握了說 我們該如何使用 那個 Mobus TK這樣的一個套件 來跟 PLC 以及 PowerMeter去做 去做溝通 那 那經由 經由這樣的方式的話 就是 我們已經把資料可以取得了 取得完之後呢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 要往資料庫或雲端做一個Push 那Push完之後 我們才可以 就是說 後續的一些資料分析師 才可以去 進一步做一些處理 那這邊的話 比較推薦的是說 第一個是MQTT的部分 那MQTT部分的話 一般最常見的就是會用Moscrito 來做一個Server的部分 應該說所謂的Blocker MQTT的Blocker 那在 Knight部分的話 也是我們的Python部分 我們會使用 那個Power部分 來做MQTT的一個 Knight的套件 那這邊的話 我們 就簡單的解釋過這一邊 就好 因為時間可能不是很夠 這邊的話其實就是實作說 把我們的 剛剛的PLC讀到的資料 然後把它Push到MQTT的Blocker 那我就可以藉由手機去控制 我的這個燈號 那這部分的話 那這部分的話 我目前都有把它放在 那個Github上面 那我們可能 就是大家會後的時候 也可以再去看一下 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不多說這麼多 那接著的話是 Web API的部分 那在目前我在用的話 就是比較常用的話 就是說 除了自己打造 Web API 給人家用以外 目前的話 我還發現 還蠻好用的 就是像Firebase 這一種 我們把它丟到Firebase 上的話 上傳的時候可以整批用 Json把它帶上去 那如果 在顯示資料 比如說網頁要存取的時候 它利用 Firebase的一些Web API 我就可以 單一點 單一點把它讀回來 因為一般我們在一個頁面上 沒辦法一次顯示 非常多的一些資訊 所以可以比較少量的資料 把它讀回來的話 一方面可以減少 我們的一些資料流量 那一方面就是 應該就比較好處理一點 那另外的話 要說到的是那個 SynSpeak的 這個雲端就對了 它蠻方便 你可以蠻快速的就是說 上傳資料 它自動會幫你 畫成一個趨勢圖 比如說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這邊的話 就是目前我在 我的那個廠辦那一邊的話 有架設一個 Raspberry Pi 然後它利用 Mobile TCP 的方式 去Polling我的 廠辦裡面的 一些 CO2 然後 以及我的那個 PM2.5 就是環境的一些 一些因素 這邊的話 是CO2 然後這邊的話 是PM2.5的 廠辦裡面PM2.5的 一個趨勢圖 那底下的話 這邊是 工廠裡面濕度的 我們把它輪印進來一點 看得比較清楚 這邊是CO2 不同點CO2的目前的變化 那CO2的話 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600多應該算還好 那如果在800以上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讓人家比較不舒服 那如果到1000以上的話 可能就是 是一個蠻不好的環境 所以這邊環境就還算蠻OK的 那PM2.5的部分的話 這邊已經到40 如果50超過的話 基本上就已經是蠻不良的一個環境了 那比較好的話 可能在20幾左右 所以這算一般般 然後這邊的話 是濕度 濕度的部分 然後這裡的話 是室內溫度的部分 因為可能有開冷氣 所以 然後逐步的 有下降 那中午可能大家有外出 所以 就 溫度又降低了一些 那這是 就是 蠻推薦大家去使用的一些套件 那剛剛上一個講者 有講到 HA的一些套件 那回去我覺得 應該可以來試試看 蠻不錯的 那這邊的話 是 運用BioBase來搜集一些資料 我們藉由Web API 就可以把我們的溫度 濕度的資訊 把它Push上去 並且做一些Log的動作 那另外的話 這邊是 這邊的話 我有寫一些說明 就是 如何用SynSpeak來做 它可以 就利用Web API的方式 然後你就可以把 把我們的資訊 把它Push到雲端去 然後自動的產生一些圖形 那它比較不錯的地方 是說 它除了幫你Push上去 它你也可以利用ManLab 跟 就是 我們可能 學校裡面在做 資料分析的話 可能蠻常會用到 ManLab Synolink這些東西 那也可以用ManLab 去進步做 後續的一些資料的分析 可以 最後呢 就是 最後時間不多 我們先做一個結尾 就是 就是 在這邊的話 我們已經可以把資料 收集完 然後Push上雲端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 一些UI UX 或者是 資料分析納實的事情嗎 其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 資料分析的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 一般來講 我們還需要去知道說 哪些資料 就是說 現場哪些資料 其實是比較有重要性的 然後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都是需要跟一些資料分析師 進一步做討論 然後 才有辦法去萃取出一些 比較有用的 資訊 那 就是 最後結局就是 其實Pilot 我們真的可以 完全把它用在工業控制裡面 那 除了一些反應速度 可能比較快的一些領域以外 我是覺得 在 速度不要 比如說 我們速度不是在那種 100ms以下 或者說 1ms以內的那種 反應速度的系統的話 我們用Pilot 來實作工業控制 基本上它是可行的 而且蠻好用的 那 這是今天 為大家帶來的內容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有10秒鐘的時間 可以讓大家發問 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應該可以接收 一兩個問題吧 你前面麥克風可以用 你好 就是在工業通訊規格中 好像OPC 是 之前有出來說 要CLAM merge 所有包括PLC Modobus 還有其他之類 那它現在推廣程度怎樣 目前 你說OPC UA部分嗎 其實DA跟UA都可以 DA跟UA的話 基本上已經 算是非常常用的一種規格了 因為它是在前一代 蠻早以前 就已經都有了 那我們在一般SKEDA裡面 或者說 蠻多環境都有實作 甚至在一些 embed system裡面的話 我們也大多數 都會把它實作進去 那近年來的話 可能這一兩年 國內比較開始有在推出一些OPC UA的部分 因為它是要補足 前一代的DA 這一些的一些 使用商的不足就對了 而且 DA的話 因為它牽涉到一些 看元件的一些因素 所以說 它在Ninus 這些平台的話 它就會 比較沒有辦法去通用 所以說目前的話 我們 慢慢的蠻多工業界的 這個inbed system 它都開始去 導入這個OPC UA的Solution 那這樣的話 其實在 Ninus的一些 開發者的話 它也可以很容易的去參與 這些工控的整合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回答 你導致問題 謝謝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就是 目前在你實作的環境裡頭 主要接的那個站台數 大概有多少個 因為你剛有提到 就是反應時間的問題 是 對 而且又是用422 一次就只有一條BUS 那 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剛提到的那個 反應速度 大概是接了多少站台 反應速度 這其實 如果說我們 牽涉到雲端上面的控制的話 基本上 就不會太快 那 一般來講的話 你 你把資料push到雲端上面 然後再feedback回來的話 通常 都需要 可能會花到一秒 因為是看網路的環境而定 那如果是單純的 只是跟底下的 這些設備去溝通的話 一般來講的話 通常來講 都是只需要幾個 min second 我們就可以完成這些溝通 以 Mobus RT Mobus TCP 這些來講的話 這基本上是 沒什麼問題的 那 花比較多時間的 其實是在 對雲端或對 server 這一段的一些通訊 我的意思說 就是因為 422那條線 在通訊的時候 就會被一個 站台給站走 就master跟slav 在通訊的時候 對 那 就是目前你碰到的情況裡頭 就是 你有多少個slav 目前有多少slav 在slav端的話 以485的transceiver來講的話 其實它一般 一個unit的話 大概都是接32個 但是平常我們在使用的話 大概都是 就是 under 16 在16左右 比較常見一點 這需要看你的 485的transceiver 而定 因為transceiver的話 它有屬於 1unit 然後1.5 2unit 一個單位就是 32個select device 那如果說 它實作的時候 它實作比較多unit 而且 你的主抗的匹配 以四包來講的話 它會有所謂的 兩端的主抗匹配 那主抗匹配好的話 你通訊才通得起來這樣 所以比較常見 大概就是 比較多可能就是 16到32 那如果你用的是 mobus TCP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這樣問題 即使你要 polling 可能100個設備 它也可以接受 只是說 你每次polling的話 你要看設備 回你的速度多快 比如說 平常我們遇到的一些設備的話 它大概都會在 under 50個ms 就會回你 但是偶爾你會遇到一些 設備比較奇怪的 你可能polling它的時候 它偏偏就是要200ms 或者是500ms 才會回你 那這樣的話整個bass的通訊 就會整個都慢下來 那當然你可以用一些 mobus spread的方式 去對每一個device 分開做polling 但是你的routing 相對的就會 提高了不少這樣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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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因為時間的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接下來 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到前面來問 那我相信現在應該是18間 對吧 那我們今天就再一掌聲 謝謝我們今天的講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